12月2日,国足将士们在结束了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后,前往上海。 接下来,他们还需要进行为期7天的自主观察,方能前往各自俱乐部随队备战即将重启的中超联赛。 自从8月下旬集中备战12强赛开始,国脚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永生难忘的时光。 在三个半月的时间中,他们在封闭的模式下训练比赛,交出了一剩二平三副的12强赛成绩单。 在12强赛还剩四轮之际,国足保留了冲击世界杯的希望。 客观地说,在困难的环境下,国足的成绩并不失常,然而李铁的诸多行为还是导致其难以带队前进。 据了解,在国足团队结束14天隔离观察的前一天,国脚们一同为李铁送行。 在道别会上,李铁向所有国脚以及国足团队的工作人员表达了感谢,并激励大家打好接下来的比赛。 若无意外,中国足协未来几天就将宣布李铁辞职。 在李铁离开后,谁将成为国足的新任主帅? 最新消息显示,李肖鹏和杨科维奇是最重要的候选人。 在国足仍有冲击世界杯希望的阶段,选杨帅还是选土帅。 中国足协以及相关部门即将做出最终的决断。 本赛季中超联赛开赛至今,李肖鹏的处境非常糟糕。 中超第一阶段,他只率领武汉队取得了一胜八平五负的战绩,带队进入保级组。 此外,执教生涯至今,李肖鹏在没有外籍助教辅佐的阶段,没有交出过高分执教成绩单。 倘若他成为国足新帅,注定会背负上巨大的压力。 相比劣势,李肖鹏的优势同样非常突出。 不同于李铁,李肖鹏是一名情商极高的教练,他勇于承担责任,善于应对错综复杂的关系。 此外,李肖鹏对所有国脚都非常熟悉。 李肖鹏特有的鹏式幽默和圆滑属性,非常利于国足应对外界的压力。 和李肖鹏一样,杨柯维奇也是优势和短板同样突出的教练。 目前,杨柯维奇是U22国家队主帅,他对国内的年轻球员非常熟悉。 只要国足需要,他完全可以积极尝试球队的更新换代。 另外,作为一名洋帅,杨柯维奇在应对压力的层面具备先天优势。 只不过,杨柯维奇与多数国脚缺乏共事的精力。 在不熟悉多数国脚的状况下,杨柯维奇很难通过较短的时间带队步入正轨。